第27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UP27 在11月正式落幕 而氣候變遷跟低碳轉型 再度成為焦點 而台灣面對這一場 已經到來的淨零碳浪潮 桃園作為工商大成 每年產出的事業廢棄物 可是高達200萬噸 他們如何打造出循環經濟呢 一起來直擊 這一場他們與碳的戰爭 貨車進進出出 上頭載滿了廢棄紙箱 不過這裡不是回收廠 而是國內工業造紙龍頭 位在桃園的工廠 廢棄紙箱在輸送袋上面 準備進傘漿機打傘 過去造紙得砍樹做木漿 不過他們靠著回收紙漿 製作紙箱 讓一個紙箱可以重生高達7次 更讓製造紙漿的碳排量 從6.1公噸降到只剩下0.83公噸 不過在製造回收紙箱的過程中 卻包含了許多雜質 以前我非常困擾 一次在2000年之前 我們所有這些罩子 所拍出來的這些 我們講的罩子摻渣的話 其實他們都是國外出品的 後來他們研發新的設備 透過技術演技 製成的調整 讓這些摻渣在紙箱裡的垃圾大變身 它所拍出來的 非纖維類的東西就像這樣子 我覺得很細的這些東西 其實它相對是比較乾淨的 機器把摻渣在紙箱裡的塑膠 鐵片殘渣分離出來 把廢棄物資源化 從篩選分篩到造力 把可燃的廢棄物做成SRF固體再生燃料 華麗變身後的SRF就能取代煤炭 變成鍋爐的燃料 我們可以自行處理再利用的話 整個殘渣量已經占到90%以上 大大的減少了一些市政分化的負擔 針對我跟SRF這個部分的話 它每年可以減少了2萬噸的煤炭使用 同時造質大廠也將在今年 啟動全台規模最大的生殖熱電系統 加深循環低碳燃料的應用 還要提升發電的效率和安全性 它的甲碗的濃度是非常高 可以高達80%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綠色能源 發電效率大概40%以上 這是非常高的一個效率 然後我們在這個場內 設置了兩套的一個發電機 因為塑膠中的PVC燃燒不完全 會產生帶凹心跟重金屬 它們的鍋爐有特別的技術 可以處理這些有害物質 也能處理SRF固體再生燃料等生殖材料 有助於達到廢棄物資源化96%的長期目標 根據桃園市政府統計 桃園市每年約有36.5萬公噸 高熱質的液液廢棄物 適合作為固體再生燃料SRF 另外加護的廢棄物 包含廢塑膠巨大加劇等 沒有辦法焚化處理的 每年有將近2.8萬公噸 為了有效去化進行資源循環利用 並且減輕環境的負荷 以及焚化爐焚化處理的容量 所以這些廢棄物經過分類破碎 選別之後呢 就會做成固體再生燃料SRF 估計在2024年的時候 我們每一年可以消耗SRF的量到達46萬噸 這個量就足以來處理我們的事業廢棄物 我們就是落實了環保署的油費轉能 這個能是轉成綠色能源綠電 桃園市政府為了推廣固體再生燃料SRF 建立廢棄物循環鏈 不要的垃圾經過處理 變成綠色科技及循環經濟的秘密武器 還能取代煤炭 當作低污染的替代輔助燃料 碳排量更只有煤炭的三成 可大幅降低可能對環境 還有空氣品質造成的影響 桃園在這方面 我們第一座生殖能中心 即將要正式營運了 那這個營運的過程就是把垃圾變成SRF 來取得綠電 那未來桃園這個桃科裡面會有三家廠商 再加上觀音會有一家 目前桃園市已經核備每年約20萬公噸的 SRF固體再生燃料使用量 預計在2025年的時候 SRF使用量可將達66萬公噸 在2030年達到減碳40%的成效 強化能源循環在利用之下 透過這種燃料化的技術 降低焚化炉對環境造成的危害 朝著淨零碳排轉型更進一步 柤運動 設計 不斷